我是周一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8点06分 我是周一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这个非常荣幸 为各位请到了 即将担任这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而这个政务委员的工作 非常的艰辛 非常的这个需要长期的毅力跟沟通力 他接下这个任务 都让大家觉得非常敬佩 他是政务委员林万一教授 林教授您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别来无恙 好久没看 你过去再改变 台北县政府跟行政院政务委员任内 林教授是对于社会福利政策 跟社会相关的这个照护 不管是教育劳工啊 什么各项政策都有精实的研究 跟具体的实物 所以他加入了林全政府的团队 大概是大家认为是非常适当的人选 可是这个工作非常艰巨 等一下我们要请教您啊 这个尤其是刚刚发生的小灯泡 这位四岁的女孩在街头被断头的惨案 林万一教授其实是社会别人的照护 跟社会安全防护机制上的专家 等一下我们也来请教你 不敢当 好今天我们在现场 非常谢谢林万一教授 这个来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还有我们的这个520之后 台湾蔡英文总统的政府将会实现 哪些政策诺言的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推手啊 就是这个即将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 林教授 我们大家都习惯叫您教授 没关系 因为您是这个社会 大家说你是民进党的社服政策的 这个唯一高手 最超级高手 人才技技 人才技技 我们先谈这个小灯泡 这位四岁女孩的暗家好吗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他确实是有毒品前科 有经账问题 松德院去说他列策 他 他未确诊 未确诊 就是说他有被送到松德院去 但是因为时间很短 他没有符合精神卫生法所谓的强制就医 所以他是被 的确是被送去 他被送去的事由是因为他 他所谓拉扯他的家人 其实拉扯是比较好听的说辞 其实应该是有攻击 才会被以家庭暴力中的所谓的城堡 城堡保护的对象应该是他的长辈 就是他的家人 那送到松德院去之后 因为短时间内很难做到全面的鉴定 那精神鉴定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而且不只是当事人 包括他接触的人 他的家人 其实都应该提供资讯 可是短时间很难做到 所以就没有办法确诊 那让他可以出院 他出院之后 我的评论是 既然是家暴案 他出院之后 理论上应该要追踪 结果这个追踪的程序 似乎是松掉了 也就是说 离开医院之后 其实没有人知道 接着他下一步是什么 那当然就没有后续的服务 那他所谓的后续服务 应该是 他要转接到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台北市是有的 那经营部 他要接受家房的最终服务 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追踪服务 那这个追踪服务 如果发现他家里有其他的需求 比方说他是一个长期失业 那他就应该被转接到 劳工局的就业服务中心 接受失业的一些协助 那另外他的家人 他父亲应该是已经是退休 退休应该是老人了 那老人他应该也得到老人服务 就是社会局的另外一个单位 是社会局的社区 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或者是老人福利服务中心 那这些中心似乎都没有得到任何的资讯 有关于这个家庭 因此他就几乎没有被协助 那当他过去的毒品的一些经验 那毒品的经验 对于他的身心是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他使用应该是安非他命 或者其他合并的毒品 那这些毒品的长期使用 会伤害到他的脑神经 当然也有可能影响到的心理的状态 那他的长期失业 加上毒品的使用 以及家庭关系的挫败 那他的其他资料是 还没有被拿出来讨论 比方说他的交友经验 甚至于他的婚姻 以至于到他过去就学的经验 等等这些 那总括来讲 我称他叫社会挫败型的 我们不确定他是否有一些人格的疾病 但至少他呈现出来是 社会挫败的经验是多重的 那这种多重的社会挫败经验 某些时候可能真的就是 对这个社会反扑 那他反扑就是无差别的攻击 也就是他的攻击对象 并不是我们过去习惯说的 冤有头再有主 比方说谁欺负我 我应该去反击谁 但是事实上这个欺负他的 很可能是整个社会中的某些环节 那他在没有办法理清楚 到底他有哪些方面 受到一些也许是不公平对待 也许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满足对方的需求 就就业的需求 或者人际关系的需求 以至于家庭的期待等等这些 所以在这种没有办法确定 到底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知道自己一直向下沉沦 就日子一直往下沉 那往下沉的这个反弹也好 或者反错也好 反扑也好 那就找不特定对象 那不特定对象 人的本能是一定是攻击比他弱的人 就是儿童或者老人 那所以他家在家攻击他老人 那出外他攻击就这位四岁的小女孩 所以的确这个事件看起来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警惕 因为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以前有若干个案件都有类似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包括治安的网 或者说是社会安全网 其实并不是那么完全从零开始 其实是有一些只是说这些横向的连结 跟每一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断裂的 往往是断裂的 所以到事情发生之后再来检讨 历次的检讨都都把这些问题其实都点出来了 包括拱虫安事件 包括郑洁事件 包括台南的天津阵事杀害 游乐场 对游乐场事件 等等在过去的大概五到十年间 我们出现这种案例已经好几天 五六件了 那当然我们没有像日本一样 在一二十年前出现非常多无差别杀人事件 他们曾经为了这些事件 仔细的去分析到底日本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把几十个案件做了详细的分析之后 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 这种无差别杀人事件 它背后的社会因素其实是非常复杂 不完全归注于个人的人格伟长药 或者人格疾患 也不完全是其他的精神疾病 往往是累积下来的所有的合并病化之后 那其中的失业 其中的家庭关系的挫败 人际关系的挫败 学业的不顺畅 婚姻的不美满 以至于到使用毒品或者赌博 这几个因素都环环相扣 错综复杂 所以我们的社会的确应该对于 目前比较普遍被关心的毒品 应该有更绵密 而且更有效的制止 否则的话 我们的毒品已经扩散到年龄到小学五六年级 都有接触到K他命的机会 那到国中高中 其实接触安慰他命的机会已经不少 所以这个社会如果毒品没有做有效的 能够禁止 甚至于更有效方法来介质的话 其实很多人受到毒品的影响 包括偷窃 包括抢劫 甚至于包括卖淫 然后成为帮派的一种盈利的工具 等等这些 对这个社会是很不利的 这个林教授非常有系统的把这个案件当中 该预防没有预防到的 未来要这个防范的 以及他的核心的问题都讲出来了 特别是毒品问题 您讲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有这个 接触毒品的状况 未来的新政府 因为您是社会政策跟蔡英文总统 这个的团队是一起讨论非常多年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既往新的政府吗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再来请教您 刚才您提到了 就是说他曾经就医 然后中间一连串 理论上要追踪 结果后续没有追踪 然后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也不知道这个案子 没有不知道 家访也没有做到 劳工局的失业帮助也没有做到 老人服务也没有做到 那显然我们不是特别要去追究这个过去 但是是有政府机构要负责呀 总而言之 台北市政府要负起一个相当程度的责任吧 我们进一段广告好吧 这个马上回来了 林万一教授是社会政策的专家 等一会最后我们要请教 他所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 年纪改革 但是在520 在英文总统就职之前 发生这个小灯泡 女孩惨痛的牺牲的 遇害的事件之后 其实毒品失业跟社会安全网的建立 跟这个防范以及执行 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政策 马上回来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请到的是 即将出任蔡英文总统的新任政府 林全准格魁的格员的政务委员 林万一林教授 林教授是社会政策专家 她在出任政务委员 第一个任务被派任的是年金改革 这非常艰巨 但是他也是社会政策的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专业人士 有实物经验 您做过台北县的副县长 也做过政务委员 刚才您提到了 小灯泽的这个惨案 这个王景玉这位凶险 他其实总而言之从您第一天描述 一开始描述到刚才结束的做的一个评论 这个案子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我认为是可以的 那谁要负责任 没有预防成功 因为这样的系统松弛掉 在台湾各县市几乎都有同样的困扰 可是台北市首善制度 对理论上台北市应该是人员也都数值高 系统也都比较健全 但是也让这样的肉网之余出现 其实是遗憾的 那我们怎么样 从您刚才所讲的这个一个系统的 其实安全防护网 如果中间有一个口 能够稍微谨慎一点的话 那可能这个杀人魔 就不会到街头上面去找一个 无差别对象的 这个谋杀的这个小女孩 那台北市政府好 柯文哲市长 您给他什么建议 从这个案例里面 要找出哪些反省跟检讨 马上来改正呢 夸部会的夸局处的协调是第一关 也就是市政府 他要对于 如果说社会这样的案件 是可能潜在 风险很高的话 必须要重新的调整 跨部会之间的协调的机制 你看这里面到底哪些局处 有大的这个错误 如果他的启动是在家房中心 因为家暴案被送到宋德院区 那社会局在这样的系统上 自己就应该让家房中心 跟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有比较好的连结 那家房系统其实本来医疗系统就进来 警证系统都进来的 所以这样的案例 很可能大家把它当成家务事来对待 如果说不要把它只当成说 他儿子跟他爸爸吵架 应该进一步去查到说 他有毒品的前科 那毒品的前科 再加上他失业 这一连串其实都可以预测到 他的劳工局也好 或者卫生局也好 甚至警察局也好 都应该被动起来 但是谁去启动这个的关键 显然是罗斯丁松 比较是这样的一种现象 他去松德院区 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就诊 那没有追踪 这个是卫生局要负责 理论上是 如果是家暴案 他病人离开的医院 其实应该在通报回给原主管机关 就是家房中心 社会局的家房中心 家房中心知道人已经出来了 但是后续的服务 就包括怎么样转接到劳工局 怎么样转接到 社会局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或老人福利服务中心 同时回过头来警察系统 是否应该也知道这样的案例存在 那医疗体系中的社区的 叫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因为他即使没有确诊 是某一种精神疾病 但是他显然精神状态是有一些异常 他已经出现了攻击 特别是攻击家人 那攻击家人通常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是不会认为是一种常态 所以他有异常的行为的话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应该去做家访 家庭华士 那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去访试之后 如果发现家里有其他的问题 他应该又要把他转接回来给社会局 说他有这么多家庭 包括家庭关系都已经这么不利了 那甚至于他已经有这么长期失业了 是不是也要应该让劳工局也进来等等 所以这样的情况应该要有一个叫做个案研讨的机会 让他出现 那这个个案研讨的启动者 看要是社会局的家房中心也好 或者说是松德院区的转接过程中 他应该到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也可以为他开个案研讨会 就把刚刚那个相关的机制的人都请来讨论一下 共同应该怎么样去协助这个家庭 那就会有一个主折的 主折到底是主折的护理师 精神科的护理师或主折的社工 来协助他处理所有的相关事物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像他是在内活住 所以就有港湖的社区 他有一个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在陈德路 但是他各个卫生所 各区的卫生所理论上都应该有这样的协助 不有人说他们的人手可能不够了 人手不够在台湾社会的确都存在 共同的问题了 但是总要有一些调配 林教授您讲得很清楚 显然我们的机制是在的 在的 那为什么就机制在 那为什么我这不是特别针对台北市政府某个人 而是第一时间 这个客市长说他不在安全网 防卫名单里面 所以他说像这样的漏网之鱼 很难去追踪去防范 那显然他的评论跟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中间是有差距的 有些案例的确不容易在 所谓的原来的服务名单中 这可能 但是这个案例 你说这王景玉比较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 像以前的 以前的郑杰 他在国小国中的时候 的确没有什么被服务的经验 因为他的倾向比较是所谓反社会 反社会型人格 那反社会型人格 当然有很多类型 郑杰是其中一种类型 他的出现症状都在少年后期到青年前期 也就十六七岁 因此郑杰在过去从江岁国小到宏道国中 没有什么被服务的经验 所以的确是不容易看出来 他即将发生这种 所以这个比较不一样 王景玉不一样 他有攻击了 可以预防而疏忽掉了 他的小学国中高中 我们都不知道了 但是至少他在前一阵子 明明就有家暴案 明明就有送医的记录了 那许立民局长 社会局局长是不是要负责 他是医师出身的 你最反对医师出身 承担社会局长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案例是不是显示出 你认为要有社会专业人士 做社会局长才是对的概念 我们比较期待这样子 当然这个 我们要进广告 不好意思 马上回来 8点33分12秒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行政院的即将就任政务委员的 林万一教授 他被蔡英文总统跟林权院长 授予一个这个年金改革委员会 副召集人的非常的重责大人 这个将来我们可能常常需要您 跟社会来做沟通 来做交流 那可是今天呢 我们以这个林教授的专业 来谈到社会政策方面 特别是小灯泡 这位四岁女童被一位曾经在 这个精神科就诊的这位 32岁的年轻人 有毒品前隔失业 给街头非常惨痛的 这个给杀害这个案子里面 刚才林教授讲得很清楚 林教授 你是一个比较温和客气的人了 那我这样子听了20分钟 您的分析 克文哲市长跟他的师傅 不管是社会局 卫生局 劳工局 都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这个案子 没有防范 他不能够退卸责任 在前一阵子 有媒体访问我 不是为了失业的问题 而是为了其他的相关的案例 我就曾经提醒师傅 台北市政府 对台北市政府 必须要把一些基础的 公共服务系统重新检视 就是每一个局势 都应该有他自己的mission 就是任务 那这些任务 是否达成单靠那个局势 往往是没办法 所以还会有 跨局势之间的沟通协调 等等这些事情 一定要事先处理好 这也不是市长做的 他会说 他可以市长做要 副市长做要 或者其他 他怎么样用 动用一个委员会的形式去处理 也就是说 台北市政府 其实拥有最好的资源 拥有台湾首善之区的 所有人力 甚至物资 甚至环境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公共服务系统 那些人 都是依法行事 但是那些人依法之后 如果是被动的 跟主动的 就差很多 所以他们过于被动 过于松散 才造成了王景玉 这样的 就是他有这个系统在 但是这个系统之间 是否真的 我说了 是否有人启动他 启动他是否有人 继续的维持他 然后最后是 有一些必要的时候 结束之后的最终 那这些系统之间的关联 很重要的是 这个系统本身的 平常是否被重视 甚至平常是否 有一些演练 一致于到 讲的演练很重要 因为这个市政府 曾经对恐攻都演练过 我要请教您的是 联合医院的松德院区 在第一时间说 他有就诊 但是他没有列策 精障患者 昨天杨天维院长 他在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 对外公布 报纸及时新闻说 他们承认他是 列策精障患者 那这个违反医疗伦理了 因为他不可以这样 他不是说谎了吗 第一时间 的确 这个医疗伦理不可以 他可以为了保护各支 而不去铺露任何人的 个别可知辨识的资讯 但是有没有就诊 这件事情 其实是应该要告知的 对啊 好 那第二就是台北市 刑警大队 昨天发布新闻稿 说他是精神病患杀人者 那表示说 他们确认 他是精神病患 因为精神病患 刑警大队 对 他一定是 一定是有医生确诊过 因为没有确诊过 怎么叫疑识 对啊 他如果不用疑识这个概念 就表示说 那个是有确诊记录 确诊记录就是有病例的 你做过副院长 一个直辖室的 这个刑警大队 他被事情下去 可以这样发布一个新闻稿 一般我们台湾社会 所以有时候 干预于调查 对 有时候就会用一般社会的语言 就是哦 他是精神疾病 或他是校围 但是这种 依照精神卫生法 他必须确诊 才敢公布 我再回过头来说 那有些人认为精神 精神卫生福利法 精神卫生法 对 卫生法对于强制治疗的 这个要求过于门槛过高 使得很多的精神病患者 变成街头的炸弹 过去争论到现在一直无解 这在人道人权跟疾病治疗 以及社区的安全等等这些 的确是有一些冲突 这需要修法吗 已经修过 这一次修了 其实就是更加的 修过还是没有防止一个 更加的严谨 因为精神卫生法规定 就是必须有商人之余 跟智商之余的 才可以强制就医 那强制就医之后 你要继续留院治疗 又必须经过一个 委员会的审查 不像以前是两个医师 签名就可以 那很多医师不愿意签名 因为他妈签名之后 家属来找你麻烦 或者这个病人 有一天在路上认得你 所以最后是用委员会的形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有他实际的必要 所以现在的问题 比较不要单独去归注到 这是一个不能强制就医 或者说是死刑以否的问题 其实那些都是简化的问题 就是你刚刚提到 社会安全防护网 其实机制是在的 但是中间是有疏漏的地方 从松德院区开始 就是台北市联合医院 这个科市长 其实从这个系统一看 每一个SOP都出事 那市政府是脱不了责任 刚才我问到您 社会局长要负很大责任 你立刻说 徐立明是医生出身 因为你过去曾经非常反对 非社会专业人士当社会局长 特别是医生当社会局长 果然不信被你言中吗 不一定是医生 因为台湾的 你觉得是用错人了吗 科市长 因为我不熟悉 许局长 但是像这种整个社会 已经在变迁之中 这个变迁 外部环境的改变速度 往往快于内部 像毒品的流窜一样 或者像整个社会的 经济条件的不利 以至于到人的价值的改变 这些改变 其实政府都要快速回应 那快速回应 当然是需要 由专业本行的人 他才知道各种的诀窍在哪里 如果我们把政府的官员 都当成说 反正谁都可以来做的话 他一定没有办法回应 刚刚我说的 外部环境变迁那么快速 你自己学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回应社会 我刚刚提到过 青年失业中的长期失业 我们的青年 当然这位老兄 他年龄已经超出 我们一般所说的 比较年轻的青年 这个年龄层了 但是青年或者说 青年前期 他三十出头岁 长期失业的情况 其实是严重的 光青年失业 我们的青年失业 15岁到24岁 他的倍数 比一般失业高出三倍多 我们是13% 13%的青年失业 那属于这种 青年前 青年前期 这二三十岁的 其实失业率都偏高 失业率偏高 其中一个是长期失业 就失业达六个月以上 你的意思就是说 社会局长 劳工局长 什么这些地方政府的首长们 要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理解 要有专业的任职 知道说社会 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 就是长期失业 青年失业 然后整个家庭关系 社会挫败 以至于到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 其实也是对低学业成就的 或者说比较后段班 后段学校 其实比较倾向瞧不起 或者说不觉得他是重要 那整个社会 其实都有存在的这种 对低成就者的比较贬义 那这种社会氛围 政府应该要理解 理解到这种外部环境的改变 而政府的内部系统要如何回应 要从基础的 你的意思要从基础专业开始 不是从急救的 林教授讲得很直啊 然后医师是在急诊室里面救病人 那如果说市长跟局长都是用急诊室的概念 来这个处理市政上的危机事件 恐怕就不是一个系统的回应 对不对 我这样问的还蛮直白的 你委员社会局长 徐立明 是不是需要更换一下 这个医师局长 如果从 因为科市长跟你应该也是 你们是朋友吧 我应该不能说是熟悉 我们都很佩服他过去 你给他什么建议 这个案例 所以我说 在几个月前 大家在讨论 你到底台北市政府一周年 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改进 我的建议 那时候我对媒体的建议是 应该重新去反省 去检视他的基础公共服务系统 而比较不是只是重在几个单一的案件上 去进行市民所期待 市民所鼓掌的那些改革 所以不幸被你言中 他如果要防止另外一个杀人魔案件 他要做一个组织人士上的重新安排吧 其实从原因下手是重要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社会中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 问题的原因找出来 那么难吗 其实应该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会变成散弹打鸟 是找不到的 我不是故意要找科市府的麻烦 而是从第一天发生事情的各种资讯到今天早上为止 台北市政府的整个的机制是松散的 而且一开始是说谎的 甚至于刑检大队说这个精神病患杀人是不是在推卸责任 他想把毒品的问题给推掉 或者说其他问题推掉 这个科市长都应该有一个一系列的反省 刚刚讲到社会局长 这是林教授的意见 他认为二十几年前就认为 社会这个相关人士的社会局长都应该是社会 这个学家来担任 社会福利专家 对你就反对过 那当然很多人会请教你了 我们这个这段两分钟请教 难道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总统 他昨天写了一个一封信 而且写得很完整 他把问题都点出来 难道他就能够解决问题吗 坦白讲像这样的案例 地方政府负的责任要比较大 因为都在地方的服务系统中 那中央我们要负责的 比方说怎么样来降低青年失业率 特别是长期失业的问题 怎么样来让全国性的毒品泛滥 可以尽数的得到遏制 这个是中央政务 是难 但是非做不可 因为他已经到了 渗透到社会中的各个底层 我在乡下跑的过程中 我到很多学校 很多社区去协助 其中有些乡下的孩子都已经染到毒 因为他们有一部分人 是从都市扩散回去 那有些是在都市 已经没钱可以买毒品 没钱可以在都市里面买毒品 他们只要回老家想要戒毒 就隔离那个环境 但是很难的 那所谓的毒虫 他们是无孔不入的 其实散布在台湾的每个地方 那警察系统是我完全不了解 这个其实是人民会质疑的 所以您是政务委员 您权做院长 政务委员其实跨部会 重要政策都要介入参与 而且帮忙执行协调 你有信心 将来的部会首长 哪几个部会 可以比较积极的来解决 现在您所说的这些 年轻人失业毒品问题 跟社会安全网机制的贯彻 哪几个部会比较重要 治安当然是内政部警政署 那行政院其实也有一个 关于治安的汇报 他是定期会开会 那除了这个之外 跨部会的协调中 特别是刚刚劳动 卫福 甚至教育 这些部门基本上以后应该 我因为这要行政院长说才算 就是应该是我要去处理 你是怕部会协调 这几个部会 这些首长你希望是专业人士 我希望是越专业越好 他在这方面真的是 很快的可以上手 此外就是他过去的资历中 对这些业务师能够有所接触 甚至于他自己有一定的看法 是好 那林教授 劳动部长 教育部长 卫福部长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出来 对 他反应好快 对于人士他们都好敏感 陈良基不是要做部长吗 好像又不是了 我们并不确定 因为这是总统跟行政院长的权责 你有推荐吧 我们都会被征询 被征询 好 这几个首长很重要 这个政务委员林万一教授 他所说 我们今天上了一个 上了一堂课 最后这个进一段广告回来 我们谈年金改革 最后一段时间 年金改革的目标 还有年金改革的困难 林教授怎么面对这个艰巨的挑战 好 这个内湖的小通报 惨死于街头 被一位 这个可以防患的安全网的 这个人士 所这个谋害 刚才林万一教授 他是社会福利政策的专业人士 具有实际跟理论的 这个素养 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系统的分析 希望台北市政府跟其他的县市政府的首长 跟相关的人员都能够作为参考 也对蔡英文总统 他就任之后 林权院长跟蔡总统的政府 在这一个部分 您具有相当程度的信心 但是也需要各部会的这个协调 最后五分钟 我们谈到您所负责的年金改革 你觉得这个一年之内绝对可以贯彻执行吗 先请教你 大家都有这样的期待 甚至有人期待我们半年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说 过去马总统也曾经宣示 宣示过一年要完成年金改革 也没改革 你们凭什么 当然我们现在凭的两个很重要的动作 或者两个很重要的一些措施 第一个就是我们让这个年金改革 成为一种非常民主化的一个机制 来运作它 也就是从年金改革委员会的组成 我们就希望所有被改革者 或者所有关心改革者 都能够派代表进来 这个派代表当然不是用自己来报名 而是说我们把全国的各相关的团体 筛选过之后 觉得它具有代表性 代表它的成员不是代表政府 这是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那让所有的这些三十几个各方代表 来讨论之后 我们把所有相关的资讯都公开透明 现在组成了人选已经开始组合了吗 已经逐渐在筛选中 所以年金改革委员会在520之后 520之后就宣布 宣布之后马上就可以开会 那原则上是每个礼拜会也开会一次 希望在四到六个月 把所有现有的版本 跟各方提供的意见做整合 提供给国事会议的前奏 就是分区的座谈会 在广邀各界各区来讨论 讨论出来的就进入到第二阶段 叫国事会议 那国事会议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政党 甚至于更有一些全国性的各个团体 会进来一起再来讨论 第三就是我们把它转换成法条 进入到立法院 那这个立法院的过程中 一定是考试院跟行政院 分别就行政程序 把法条修正 因为这一次涉及到的改革的幅度非常大 包括军工教劳农 或者国民年金 我们都希望大家一起来导入 全部都要进入改革 因为当某一个改革被认为说 聚焦在谁身上 或者哪一个职业别身上 那个职业别一定会说 为什么是我 别人都没有改革 为什么是我被改革 那其他的没有进来的人 就会开始怀疑说 那你们是不是在那个改革文会里面 你们思乡授受药 或者你们做了妥协 改革幅度不够大 或者改革幅度太大 这种猜忌都是过去曾经有 而且是导致年金改革失败的 很重要的原因 林教授您的意思是 军工教劳农 跟国民年金一起改革 而且一年 有人认为时间太长 因为这样拖下去 如果一不小心再拖半年 就会变成选举 到了选举 大家就要打退堂股 您有信心 不会被将来的选举 或说个别的 这个厉害的政治人物给干扰吗 的确会有这样的疑虑 可是我们一定要在一年内 把所有的 如果做不到怎么办 做不到 做不到就有人下台 就我 我承认 确定 确定我绝对做到 一年之内做不到你就下台 对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说 的确这是一个全民 必须共同来承担的重大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就是你任何改革 如果伤到任何人的利益的时候 绝对是跳出来跟你拼死拼活的 所以我们都很诚恳的 也很有耐性的要跟这些团体 跟这些人是沟通的 最后30秒请教您 这个有人认为一年太长 可不可以缩短成为半年 其实我也认为太长 因为你们不是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吗 那干嘛还要炒呢 能不能提前呢 以前讨论是分别讨论 过去这次请大家一起面对面来讨论 所以他需要一点磨合 我们承认他需要一点磨合 所以一年时间是不可能改变的 就我们说过半年到一年 半年到一年 能够挤压最晚一年 我们希望能够挤压到八个月到十个月完成 这个很重要 这个林教授我们拭目以待 好谢谢 希望大家共同来支持 谢谢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